哈喽大家好我是老师 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和铃铛 记得追踪我的IHFB Twitch BB 还有Discord 今天介绍的角色呢 是来自轩辕舰3 云河3的比端的男主角赛特 那轩辕舰3的故事呢 是在于赛特想寻求战争不败之法 游戏横跨欧雅大陆 那各位有兴趣的人可以去Slim上面购买 好那赛特职业是侠客 属性是火 那他可以在轩辕舰3的活动中呢 获取三性的赛特 就是用送的啦 好那我们看到赛特的这个 六星石的天赋呢 是气血越高 伤害严属性的免伤越高 最后是可以到25% 那主动攻击造成伤害后呢 对目标会施加蓝伤 会持续两个回合 那后面的重点 主动攻击对战中呢 会有几率 那这个气血越高 几率越高 最后可以到100% 可以触发这个重击崩伤 好那 重击崩伤的效果呢 这个效果是爆击率提升20% 然后发动追击 然后是首级的0.3倍 这个效果非常重要 那气血越高呢 基本上气血是满的 这一招一定会触发 那你爆击率就提升 并且发动追击了 讲简单一点就是 你要满血去打人就对了 好 所以因为有这个重击崩伤的效果呢 所以基本上 我自己 是推荐带单点技能 的配置会比较好 那基本上 单点的配置 是这参招 无方飞剑 天然 迅闪跟迅音掌 然后这样子带法要6C的内力 好 技能搭配部分 我们等一下 等一下再详细讲 我们先从神兵技能开始看 那赛特的神兵的技能效果是 三格内存在 吸带燃烧状态的单位的时候呢 他的物攻会提高到10% 主动攻击造成爆起后呢 恢复自身气血 然后是自身最大气血的30% 那这是 第五集的效果 那第一层 第一集的效果呢 只有 恢复20% 然后物攻 提高到5% 好 那5列的部分呢 如果 灵运死呢 真的没有这么多的话 那中路点完之后 就走上路啦 把上路点到 天然训赏先点出来 这一招 我认为比较重要 那正法的部分呢 他主要就是 后面这一段 自身气血越高 伤害和暴击率越高 最多可以到8% 好 好那在技能的部分呢 就是炎之力 那就是 这边都不特别讲了 我们讲他特殊技能 自炎旋流 主动使用 对方文内所有友方施加火柚的状态 那火柚是炎属性 这个免三提升30% 你知道说 炎属性攻击后 我会就消失了 那炎属性的友方 可以额外获得神瑞1的状态 持续三个回合 好 角龙翻身呢 是被 是被动 对被动技能 暴击伤害提升7% 本质攻击率会造成 暴击的话 则获得续境 那续境的话 就是提升20% 的暴击率 可以叠加 主动攻击触发后 暴击 暴击后移除 好 再来是虚音掌 这一招基本上都是必带的 对范围内的所有离忍罩 0.4倍的伤害 并且施加麻痹 麻痹是无法进行反击 持续两个回合 造成伤害后 在目标附近召唤一个分身 那分身继承 自身100%的属性 攜带天然迅伞 霸王崩山劲 角龙翻身的技能 分身死亡的时候呢 会趋上召唤者的 有害状态 并且恢复5%的气血 那分身最多可以同时存在1个 好 再来 这招真的是必带啦 这招训练真的必带 好 天团训赏 攻击弹的敌人是造成1.4倍的伤害 你暴击伤害提升15% 本次攻击对战中 如果受到致命伤害 可以免除死亡 这招基本上 基本上 也是建议一定要带的 因为 假设你这次攻击 你会被打挂的话 你放这招基本上 你会免除死亡 OK 好 那对战后呢 恢复100%的气血 而且可以从自尊三格内 选择一个有方技能换位置 这个 你不但 你的血可以恢复满血 然后还可以换位置 这招基本上 就是必带 好 再来是霸王绷伤劲 这招是一个范围技能 对范围内的所有电子 超有0.7倍的伤害 暴击率提高30% 与目标距离每多一格 则伤害衰减10% 如果目标 如果目标 攜招状态呢 暴击伤害额外提高15% 然后这招基本上 那 我比较少带 这我比较少带 好 那也就是说呢 赛特的话 他是真的很吃暴击 暴击的效果啦 从这个 呃神兵啊 神兵造成暴击后 可以恢复自身气血 你恢复自身气血也很重要啊 你有暴击后 你就会回血了 好 因为天赋有这个 会可以触发到重疾崩山 可以暴击地提升20% 那暴击伤害提高的话 你有 你释放天然讯伤 有成功暴击的话 你就会有这个暴击伤害提升15% 也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暴击的话 你的天然讯伤这一招 就不会额外提升15%了 OK 但有吃到这个15%啊 伤害都会差很多 OK 好 那也是因为赛特很吃暴击嘛 所以 你的魂石跟四瓶就是要挑这个油加暴击的 好 我们先讲一下魂石推荐的部分 那这边呢 我看很多人都有带这个 万换啦 那我自己比较推荐的是吃链鬼 那吃链鬼的话 上面的效果主动攻击气血高于70%角色 对战中的以上还提高20% 那 两枚的效果就是有加7%的暴击 那 本来就是加暴击的这个魂石啊 那 万换呢是 三枚的效果是 使用绝学或遭受攻击后 除气血外的圈属性加38 我个人认为是可以 然后 有些人是想说 如果把这个万换的这个三枚的效果的 圈属性叠加到5成 然后放 薛英斩 得到分身会不会吃到这个 这个效果呢 哦 是不会的 分身是不会吃到同文的效果 他的素质是不会吃到的 只有本体才会吃到 哦 那 我们等一下来示范一下 带万换的话 那个薛英斩 的 分身会不会吃到这个 同文的效果 好 我们先把这个分身叫出来哦 好 现在的赛特呢 这个 分身的赛特是物攻是2847 物防是1142好 刚才是还没有叠加到万换的效果 那我们这边先让他叠加 好 现在有一层了嘛 对 好 我们这时候 在行动 然后再释放 虚英斩 他一样是2847哦 1142 所以 本身是吃不到这个 万换的效果 但是 本体是吃的到的 哦 饰品推荐的部分呢 头部是这个龙竹盔 龙竹盔是在这个 联动的活动中呢 可以获得哦 那物攻加7% 暴击率加7% 独动攻击的话 对遭受暴击目标 最佳一次的固定伤害哦 好 这个暴击率加7% 就是赛特只要吃暴击啊 那如果没有那个的话 没有龙竹盔 那 另外一个头部可以带这个雷火化鱼哦 物攻加5% 暴击率加5% OK 然后驱散遭受暴击目标的游易状态 好 那腰部的部分 是可以带玄缺腰带啊 我觉得腰部 大家可以随意 有有什么就带什么就好 因为 它这个是防御嘛 呃 法防加5% 气血加5% 行动结束的时候呢 刺身气血第50% 则恢复35%气血 并去上一个有害状态哦 好 那依依佐的部分呢 呃是这个玉刃钦佩 物防气血加5% 气血大于等于80% 的时候呢 遭受攻击的时候呢 物理免伤跟暴击 减伤提升15% 好 如果没有我可以随意带 你自己身上有的衣着的视频就可以了 那比较重要的就是锁部哦 要带这个暴击手哦 白燕玉卓 炎 物攻加8% 主动攻击对断中的暴击率加20% 然后而且暴击伤害加10% 这个真的是 有暴击手真的是差很多啦 好 那另外一个视频呢是这个 虫药玉卓 虫药玉卓哦 那为什么会推荐这个呢 是假设你的技能有带霸王崩山 崩山 禁啊 这个范围技能的话 那虽然法攻8%吃不到 但是使用山上绝血的时候 暴击率会提升20% 暴击山也会加10% 好 如果你有带范围技的话 不过 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向单体技能的配置哦 OK 好 那技能搭配的部分呢 如果单点配置的话呢 就是带 天团驯伞 驯阴斩 跟无防飞剑 那要6C的内力哦 OK 然后这个就要带这个 那个暴击手哦 暴击手 这是白燕玉卓的那一个哦 好 另外一个呢 等一下 另外一个 是带霸王崩山镜 啊 虚音斩 然后霸王崩山镜 然后跟这个一样 天团驯伞哦 这个是加上这个范围技能 OK 然后这个 这个的魂死呢 不是魂死 这个的首部就要换成那个 蟲药玉卓 就是那个法暴 法暴手啦 因为他有这个使用伤害绝学就可以暴击加20% 好 但是 因为我个人真的不喜欢用 帮我崩山镜 是用分身的时候我才会用到 大部分我还是喜欢用单点剂啊 对 那 范围伤害就交给宙斯去处理就好了 那赛特侠客嘛 就 专心单点敌人就好了 因为这样搭配我个人认为会比较好一些啦 好 那以上的点法跟技能搭配的部分都仅供参考 那王法有很多种 那有什么问题想要跟大师再继续讨论的话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跟大师 讨论 那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 记得追踪我们的IHFB Twitch BBD 还有几次后 喜欢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大家拜拜